咱们今天来讲讲山东东营1227大案 2002年12月27号早上7点10分左右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时任副局长游正海 正在上班路上 正好路过东营市西一路胜利油田侧警公司中子元库附近 就在这时候接到了报案 说在西一路东侧水沟里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人员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细致勘察 发现死者上身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衣兜都被掏出来了 下身穿着灰色的裤子 死者的脖子后背腰和四肢等部位 一共被捅了38刀 其中有一刀是从背部捅进了心脏 在死者身下呢 也发现了死者和死者爱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虽然已经被撕烂了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 并且经过死者家属核实 确定死者叫张忠华 男40岁 胜利油田 圣东社区新兴物业公司东兴物业站的副站长 民警们呢 在尸体的夜下还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黑色戎手套一支 在尸体往北150米的路边 还发现了死者穿的那种面包服上的帽子 帽子呢 已经被刀子给捅穿了 在尸体往北1000米处的一个土堆旁边 发现了死者生前骑的自行车 在尸体以南150米处的西一路与北一路交叉口附近 发现了有两辆带着三台电机的三轮车 三轮车上呢 还有管线钱呢 扳手啊 白色的包装袋子呀 衣服啊 被子呀 各种各样的物品吧 并且还有血迹 这可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凶杀案 于是呢 由市公安局和滨东分局 两级公安机关领导们组成的专案组 立刻就成立了迅速开展工作 当天晚上 专案组就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上啊 根据尸体检验 现场勘察 还有现场走访的综合情况来分析判断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死者呀 是被两种锐气捅伤之后 因为失血过多 休克死亡 也就是说 伤害死者的不止一把刀子 如果说啊 作案凶手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不可能捅到中间 我再换把刀出来吧 所以 作案者应该是两个人 并且还推断出来 年龄应该是在20岁左右 有过犯罪前科 或者有过被处理的劣迹 应该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过 很可能也有连续作案的经历 因为从他们的这手法来看 那是心狠手辣 根据当天秘密侦查获取的线索 作案者的居住地应该不会太远 所以侦查重点 应该放在东营区东兆村出租房范围之内 为此专案组决定兵分六路 展开深入细致的侦查和排查 由于现场啊 没有提供出来有价值的线索 再加上这一类拦路抢劫的案子啊 凶手呢 往往流动性很大 所以排查工作很艰难 很可能做个案子就换个地方了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一辆三轮车吗 那么拉电机的那三轮车和本案有没有关系呢 民警呢 其实啊 把这三轮车就当做了一个重中之重 可是经过查证和案件没有任何的联系 这条线索彻底中断了 专案组后来就认为 既然推断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有连续作案的历史 那么在无法正面突破的情况之下 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啊 什么叫迂回战术呢 就是用串案并案侦查的方法 从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里寻找线索 民警们呢 就走访了附近的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和滨海公安局的基地 滨南以及滨北等四个分局 调查访问出租房户 以及赞助户五百多户 人员呢达到了三千多人 对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 来进行串并处理 从中寻找突破1227大案的线索 2003年1月12号上午 滨东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的中队长韩正 在走访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的时候了解到 有一个出租三轮车的司机姓谷 这谷某某呢 从基地有一服装城附近 拉了两个乘客 去东兆村南边的钢材市场时 被两名乘客持刀抢劫了手机一步 并且这谷师傅啊 还被捅成了重伤 公安领导听取情况汇报之后 决定立刻安排民警 对这谷师傅进行走访调查 在走访之中啊 这谷师傅呢 就说了他是怎么被这两个歹徒伤害的 怎么被他们抢走的手机 以及两个歹徒 作案之后乘坐出租车 逃往了东赵村方向 要说起来啊 这两个歹徒那是异常残忍 这谷师傅呢 也得亏命大 俩人呢 一共朝着谷师傅的后背 捅了13刀 谷师傅这算是在死神手里边捞回一条命来啊 从谷师傅提供的情况来看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 作案目的 作案动机 作案人数 以及受害人被伤害的部位 都与1227案件极其类似 其实啊 受害人远远不止谷师傅一个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1月4号晚上 陕西省咸阳市前线 有一个无业人员 叫王永杰 他呢 跟两个人赌博的时候啊 赌输了 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压上了 这俩人呢 就通知他第二天下午 到位于东营市东营区的油城宾馆取手机 王永杰来东营取手机的时候 被对方啊 用刀就给砍伤了 腿呢 也被砍瘸了 滨海公安局110民警 接到报警之后 赶到油城宾馆的时候 王永杰 已经被送往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进行治疗了 110民警呢 又赶到了油田中心医院 详细的了解情况 但是王永杰 却始终坚持不报案 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情况十分的反常 经过调查 当时把王永杰送去医院的人 叫卢方志 根据这个可疑情况 再进行综合分析 专案组决定 对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对王永杰卢方志展开秘密调查 到了1月13号晚上 警方终于确定 1227案件的真正凶手 就是王永杰和卢方志 为了尽快掌握 王永杰卢方志的行踪 专案组呢 就以王永杰被砍伤 腿瘸为主要特征 展开了公开查控 当然也有一些秘密的行动 1月14号晚上啊 专案组就通过秘密侦查 又得到消息了 说1月15号 王永杰和卢方志 会在东营市友谊广场出现 这天上午 位于友谊广场的梁友超市啊 要正式开业 广场上呢 有那种庆祝活动 一般情况之下 刚开业 不得有这么大促销吗 或者有什么歌舞演出啊 就聚集了很多人 差不多中午12点吧 腿瘸的王永杰就先来到了广场 后来呢 他又打电话 把卢方志啊 给叫了过来 当他们两个来到附近的新华书店门前的时候 负责秘密监视的民警 见时机已经成熟了 那是呼拉抄上去啊 果断的行动 把毫无防备的王永杰和卢方志 就给抓获了 当天下午 专案组派出民警 对王永杰 卢方志租住的西营村出租房进行搜查 果然搜查出了和案发现场提取的那只黑色手套 相配套的另一只手套 还搜出来了王永杰 卢方志抢劫的手机 手机电池 充电器 张中华及其爱人的身份证 以及其他被劫人员的身份证 还有张中华的黑色皮包 难怪民警们多次对东赵村出租房调查摸牌 都没发现王永杰和卢方志的踪迹呢 原来啊 1月4号 王永杰和卢方志就已经更换了房屋 从东赵村的出租屋就搬出来了 搬到了西营村 现在是人赃巨货 专案组呢 组成了两个强有力的审讯组 对王永杰 卢方志展开审讯攻势 一开始啊 这王永杰跟卢方志 还有着侥幸心理呢 打算跟公安机关呢 在那扯皮耍赖 但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王永杰和卢方志还是招架不住了 1月17号凌晨 王永杰 其实岁数不大 只有19岁 初中文化 卢方志又叫卢建国 比王永杰的大点 21岁 小学文化 是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人 这王永杰呢 在2002年7月份的时候 先后伙同别人 在山东省莱阳市 黎香园公园 抢劫作案无起 抢劫两部手机1200多块钱的现金 随后呢 他带着这些财物 就来到了东营某酒店打工 就在这时候 与在东营区马郎村租房居住的卢方志 可就纠结到一块了 就在这个月 也就是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和卢方志 和另外一个人 经过预谋之后 又准备行动了 那么这回 他们又盯上谁了呢 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罪恶的事情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2002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他们呢 又密谋好了 打算出去作案 这天呢 他们三个人呢 来到胜利油田体育公园之后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着合适的抢劫目标 三个人呢 就又去了东营区经济开发区 在开发区的港澳路上啊 就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的 这卢方志啊 可就上去了 把这摩托车就拦住了 骑摩托车这男的呢 以为对方真有什么事呢 啊 王永杰这时候 把这个男的从摩托车上 可就拽了下来 让他把手机给交出来 还没等他把手机拿出来呢 王永杰就从这个男的的腰上 把这手机给抢过来了 你拿了手机就得了呗 王永杰又逼着他交出钱来 这个男士呢 很不愿意 废话 那谁也不愿意 对吧 王永杰呀 挥起拳头 照着这个男士的脸 光光就是几拳 又踢了他几脚 在王永杰的暴力恐吓之下吧 这名男士啊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了 身上可是一共也就三十来块钱 摩托车手机现金 这就都抢到手了 得手之后呢 这摩托车就给了卢方志 卢方志就骑回了牛庄镇的家 一个星期之后 王永杰和卢方志 去东营市友谊市场 把这个手机卖了二百四十块钱 俩人一人一百二 这就算分赃了 这一回呢 没有带任何的作案工具 就顺利得手了 所以啊 这也极大的鼓舞了王永杰和卢方志 哎呀 咱哥俩行啊 是吧 你看 这这没动刀子 咱这不都成了吗 不过他们再一琢磨 这不带刀子不行啊 这回是赶上一老实的 下回赶上厉害的怎么办呢 他们呢 很快就准备了弹簧刀 尖刀 砍刀 以及钢管等作案工具 隔三差五的就出去抢 2002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11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 到东营市北二路南侧的人行路上 去寻找抢劫目标 这回俩人带工具了 一人呢 带了一根半米多长的钢管 在胜利油田供水公司附近呢 正好发现一男一女 坐在一个那种电线杆的水泥墩子上 在那你能我能谈着恋爱 说着情话呢 这俩人也不顾及自己当大电灯泡子 是吧 也不顾及自己打扰人家 轻轻握握 放下自行车就走过去了 王永杰呢 让卢方志对付那个女同志 他自己呢 对付那个男同志 这王永杰呀 左手伸出去 可就掐住了这个男士的脖子 右手呢 就抡起来钢管了 那个男的一看 别打我 你们想要什么呀 把那个男的呢 就逼到了东边15米处的墙根底下 逼着他交出来手机 卢方志也一样 左手抱着那女的 右手抡起来了钢管 那女的一看 男的都怂了 他也害怕呀 也被拖到了那个墙根底下 逼迫他交出了随身贷的 五六十块钱的现金 王永杰和卢方志 这屡屡得手啊 所以他们抢劫作案 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了 见到适合抢劫的对象 那他们是绝不放过啊 要说哪天出门 见着一个可以抢劫的没抢着 那就算丢了钱了 咱们刚才说的案子还真算好的 这受害人呢 没有受到太大的人身伤害 据卢方志交代 每回抢劫之前呢 王永杰 大多数啊 都用刀子或者钢管 把受害人捅伤或者打伤 对受害人造成生命威胁之后 在实施抢劫 我就把你打的或者砍的 你动不了了 我想怎么抢就怎么抢 2002年12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等三个人呢 就来到了石油大学西门往南一百米左右的一栋平房附近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石油大学这是石油专业里边最好的大学了 中国石油大学呢 北京一个校区 青岛一个校区 北京那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北京 山东这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华东 那么华东校区又分为了几个分校区 青岛有 东营呢 也有 咱们再说回王永杰和卢方志来 他们呢 到了这栋平房附近的时候 听见里面的有人打麻将 王永杰一听 咱们今天呢 就抢这了 因为怕里边人多不好抢 打麻将嘛 是吧 你最少得四个人呢 万一再有一两个看热闹的呢 这三个人呢 就又回了东赵村出租房 接上了王永杰的四个同伙 这七个坏蛋可都带着家伙事呢 王永杰和卢方志每个人提了一把大砍刀 到了平房之后 王永杰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 屋子里边呢 一共四男一女正在打麻将呢 王永杰进屋 也没说干嘛 照着四个男的一人砍了一刀 卢方志一看 有一个穿黄色大衣的 想反抗 卢方志也抡起砍刀 砍了一刀 王永杰砍人砍的有多狠 这么说吧 那把砍刀活生生的就给砍断了 砍刀没了 没关系啊 王永杰身上还带着尖刀呢 抽出这尖刀来 照着这四个男士 每个人又捅了一刀 被砍的这几个人呢 头上的血哗哗的可就流到地上了 这时候 王永杰才说正事 他呢 一跨腿就站到了桌子上 就跟电影电视剧里边的那种黑社会劫匪一样啊 就在那嚷嚷着 都把钱和手机放桌子上 这几个人都吓懵了 哦 抢钱的 抢手机的 一进来二话不说 先砍人呢 在他们的这种暴力威胁之下 屋子里边四男一女被彻底镇住了 老老实实的把钱和手机就放到了桌上 抢劫得手之后 王永杰又把这平房的门给反锁上 他也怕这几个人出来报警 再找帮手把他们给截那 这王永杰别看年纪小 做起坏事来 头脑还是很冷静的 把这房门反锁之后 这七个人一块逃离了现场 这一次啊 他们抢到了两部手机 三百多元现金 以及一台影碟机啊 就过去那VCD 现在你想找都找不着了 到了2002年12月26号 晚上八点半左右 王永杰和卢芳志啊 早就已经踩好点了 他们呢 从东兆村出来 在中心路口租了一辆红色夏立出租车 沿着北一路往东就过去了 走到了北一路和西一路的交叉口那 俩人下了车 又往北啊 走了那么二百米左右 在路西的一片草丛里可就躲起来了 晚上九点半左右 咱们之前说过的张忠华 从单位啊 骑着自行车 沿着西一路 从南往北走着呢 一边骑自行车啊 一边用手机在那打着电话 就在这时候 王永杰和卢芳志可算是逮着目标了 从草丛里边蹭蹭一下 可就扑上去了 卢芳志用手这么一拉 把张忠华和自行车就摔倒在了路边上 王永杰和卢芳志呢 接着就掏出了刀子 就威胁张忠华 把手机拿出来 张忠华呢 趁机啊 就站起来了 张忠华力气也大 把这王永杰就推倒在地上了 卢芳志一看见王永杰被推倒了 赶紧从后边就抱住了张忠华 两个人哪 一块把张忠华就拖到了路东边的草丛里 把他摁倒在地上 随后就开始抢夺张忠华手里的手机 张忠华是玩了命的反抗 王永杰他们俩呀 多了很长时间 愣是没夺过来 这时候王永杰就气急败坏了 拿出来刀子 可就捅张忠华的大腿 卢芳志呢 也用刀子捅张忠华的臀部 张忠华这时候啊 还没打算妥协呢 玩了命的 喊了两声救命 但是这是荒郊野外啊 根本没有人听见 张忠华的手机 还是被卢芳志给夺过去了 王永杰就开始在张忠华身上翻衣兜 在上衣的衣兜里呢 翻出来一个黑色的皮钱包 钱包里呢 有三百多块钱现金 一张银行卡 还有张忠华和爱人的两张身份证 王永杰就问张忠华 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张忠华说了一个 王永杰说不对 然后就在张忠华背上捅一刀 张忠华连续说了几个 王永杰啊都说不对 每说一个就捅一刀 后来王永杰又逼张忠华说出密码 张忠华就说是440440 王永杰又问他你这卡上存多少钱呢 张忠华说存了十万 我就是不告诉你密码 嘿 王永杰这时候丧心病狂了 用脚啊就踢张忠华的头和肚子 王永杰后来发现不对 张忠华嘴里在那喘着粗气 这一看就是要出大事了 可能活不了了 就叫上卢方志赶紧跑 卢方志骑上张忠华的自行车 带着王永杰 顺着这西一路往北可就逃窜了 走到了西一路北头的时候 把自行车就扔在了路边 又打了一辆出租车 去了东营市济南路 北京影楼附近的农业银行ATM机取款 可是没取出来 他们发现呢 那张卡不是银行的取款卡 就把这卡呢折断之后给扔了 然后啊 又搭出租车返回了东兆村他们的出租屋里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 王永杰卢方志先后在胜利油田和东营市范围之内 作案二十四起 抢劫手机 摩托车 自行车 存折 船户机 银行信用卡 现金等财物 总价值五万多元 其中现金七千多元 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遭到他们的抢劫之后 被他们捅成重伤 长期不能康复 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连连得手的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抢了钱了就开始疯狂的挥霍 他们呢 去舞厅里边啊 去包小姐 出入高档饭店 出入高档的娱乐服务场所 他们呢 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最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了公判大会 以抢劫罪判处王永杰死刑 卢方志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公开审判大会宣判之后 王永杰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注射死刑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 河北来源钢厂灭门案 2006年12月底的一天 河北省保定市来源县钢厂的职工宿舍楼底下 有一26岁的小伙子叫李龙 他呀抬着头望着三单元五楼五一三房间的阳台 好端端的看人阳台干嘛呀 因为啊 这李龙感觉不对劲 很惊喜 为什么惊喜 这户人家是他一好兄弟的家 这好兄弟叫狄超 狄超这一家人呢 消失俩多月了 怎么联系联系不上 哎 怎么家里这灯突然亮了呢 李龙啊 以为是好兄弟回家了 赶紧上楼敲门 咚咚咚咚咚咚 臭子 大超 还喊半天 等了半天 屋里始终没人答应 可奇怪的是 刚才那灯还开着呢 突然之间 叮灭了 不可能是无缘无故 着灯 无缘无故 又熄灯了 肯定是屋里边有人的 明明家里边有人 怎么就死活不开门呢 李龙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好几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 这来源钢厂家属院里边啊 大伙心里边都不踏实 就感觉处处透着古怪 处处透着一股恐怖的气氛 家属院住的都是几十年 相处下来的老邻居了 好些个都是富一辈子一辈的 家家户户都特别熟悉 天天大伙一块溜弯一块聊天 没事去一块打打牌喝喝酒 是吧吹吹牛挺好 要说最近这一段时间院子里边 最常被大伙提起来的 就是狄家发生的怪事 狄家呢一共三口人 就住在家属区12号楼三丹远513 狄超的父亲叫狄静生 狄超的母亲叫李俊 狄静生呢五十六了 李俊呢五十三 狄超呢二十六 狄家父子俩呀都在钢厂上班 可就在几个月之前 好端端的一家人突然人间蒸发了 这事啊还得从06年10月23号说起 这天中午李龙跟狄超一起坐钢厂的后勤车回家吃午饭 到了楼底下李龙随口问了狄超一句 下午去厂里吗 狄超呢笑了笑说去啊 还好多活没干完呢 俩人约定好了下午一起上班 到了下午两点 李龙呢就去敲狄家的门叫狄超一块走啊 可是敲半天也没人回应 李龙就琢磨着 嘿 这大超自己先去厂里了 也没等我啊 嘿 这小子不地道啊 我一会儿去了 我得好好说说他 他呢就去厂里了 可是发现狄超啊 根本就没在车间 大超呢 不知道啊 没来啊 问谁谁都没看见 等了一下午也没见着人 而且啊 不光是狄超 连狄静生 李俊 这一家三口人 都消失不见了 平时天天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邻居们都有点奇怪呀 这家人性格都挺好 为人和气啊 尤其狄超 特别憨厚一小伙子 大伙都挺喜欢 天天小日子 过得虽然是波澜不惊吧 但是这叫什么呀 平淡中的幸福 这李俊呢 平时就是出门买菜做饭 狄静生跟狄超呢 下班回家吃饭 反正天天就是这日子呗 两点一线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有什么急事啊 李龙啊 心里边不踏实 还去找了 狄家的几个亲戚打听 知道大超他们去哪了吗 大伙都不知道 几个月之后 这天晚上 李龙路过家属楼下 突然看见狄超家的灯 亮起来了 这不才赶紧上楼敲门吗 可是敲半天 不光没人开门那灯 又灭了 李龙啊 就来到了五一三门前 抬头 看了看门口的电闸 心里边就琢磨着 嘿 大超你行啊 我叫门不搭理我 回来了也不跟我说 你躲着不出来是吧 我拉你家电闸 我看你出来不出来 就这么着 李龙把电闸就拉下来 哎 还没出来 推上去 还不出来 拉下来 不出来 推上去 不出来 玩了好几回 还是没有人打开门 敌超家的门始终不开 屋子里边的灯 自此也再没亮起来过 这时候李龙啊 就更感觉不对劲了 回去之后 跟家人这么一说 在这家属大院里 可就传开了 打这儿以后 这家属院里 只要一提起来敌家 大伙都害怕 尤其那灯 忽明忽暗的 怎么回事啊 敌家人去哪儿了 要不在家 谁开的灯啊 要在家 为什么躲屋里不见人呢 一转眼可就到了07年7月3号了 大夏天哪 这要是屋里有点什么 一腐一烂物品 那是极容易招苍蝇 极容易放臭味啊 这天早上 来源钢厂保卫科 一个报警电话打到派出所了 怎么回事呢 有住户跟他们反应 说12号楼三单元513 散发出来一股刺鼻的臭味 这正是失踪八个月的敌超家呀 警方立刻开警车来到现场 两名民警从隔壁翻窗户 翻到了敌家的阳台上 打算从窗户往里边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可是往里这么一看 看不见哪 门窗啊 关的死死的 窗帘特别厚 在那遮得眼眼湿湿的 完全看不见 不过 确实鼻子里面 传过来刺鼻的臭味 这就说明这会人家有古怪 很可能是出了大事了 得了吧 把窗户给他剃了吧 把窗户敲碎之后 打开阳台大门 哎呦 那股子臭味更浓了 扑鼻而来 两名民警相互看了一眼 都感觉有点紧张啊 听说这家人 八个月不见踪影了 这味儿又这么窜鼻子 是不是 行了别说了 咱俩赶紧进去看看去吧 俩人慢慢走进屋里边 首先在厨房那儿 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 用毛毯包裹住了 接着 主卧室 一具尸体 次卧室 一具尸体 一共三具尸体 一女两男 经过辨认 三名死者正是 狄静生 李俊和狄超 一架三口 这三个人呢 死得都太惨了 咱们先说 狄超的母亲 李俊 被人连筒好多刀 失血过多 死在厨房 狄静生呢 穿着保暖内衣呢 是啊 冬天死的呀 死在了 主卧室的床上 脖子上呢 还有着深深的勒痕 他们的儿子狄超 倒在次卧室里 腹部有刀伤 脖子上也有勒痕 法医经过尸检认定 狄超父子 不是死于刀伤 而是死于窒息 是被人用一截电视线 给勒死的 凶器 在屋子里边也找着了 时间过了大半年了 三具尸体早就高度腐败了 所以啊 那个场面看起来 是要多恐怖 有多恐怖啊 据法医推断 他们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06年10月下旬 另外啊 过去呢 家家户户都会有日历 客厅里边呢 放着一本日历 每家每户啊 一般是过一天 就把这日历翻过去一页 那么这本日历 永远的定格在了2006年10月23号这一天 在综合法医做出的推断 基本上能够确定一家三口的死亡时间 就是06年10月23号 这是哪一天呢 这是李龙 最后一回见着迪超的那一天 俩人约好了下午一起上班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 那天中午迪超回家之后不久 就被人杀害了 凶手是谁 作案动机 是什么 这消息一出来 整个家属区都震惊了 老邻居们都在那感慨呀 这家人多好呀 没仇没怨的 老实芭蕉的 怎么怎么就遭此横祸呢 警方立刻封锁现场 进行严密的勘察工作 这屋子里边啊 乱极了 到处都是被翻动的痕迹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 地面上激起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最终警方在现场 搜集到了三枚不同的鞋印 第一枚鞋印上沾了血迹 第二枚则是在地板灰尘上留下来的 第三枚 像是某个下雨天 鞋底带着泥巴之后 走到屋里所留下的 这也就是说 三枚鞋印 不是同一时间留下来的 各位您还记得吧 李龙说 看见屋子里边有灯亮起来 于是警方做了大胆的推测 第一枚鞋印 带血的那枚鞋印 是凶手在案发当天留下的 第二枚和第三枚鞋印 是凶手事后重回案发现场的时候留下的 好家伙 这凶手心理素质够好的呀 杀了一家三口 尸体还摆在屋里呢 这人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来 那么凶手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团伙作案 现在啊 不好判断 但是警方呢 更倾向于是团伙作案 为什么呢 一家三口分别倒在三个地点 厨房一个 主卧一个 刺卧一个 而且致命方式就死因是不同的 李俊死于刀伤 而狄家父子呢 是被人勒死的 如果凶手只有一个人 没必要用两种作案方式杀人呢 那会不会是两人以上作案呢 再看现场吧 没有反抗痕迹 尤其狄静生穿着保暖内衣呢 屋子的门窗完好无损 不是暴力侵入的 那是不是说 这是熟人作案呢 这个熟人 是让这一家三口都毫无防备的熟人 嫡超遇害 应该是在那天中午 中午啊 详情博日 光天化日 一个二十六的大小伙子 怎么就被人无声无息的杀死了呢 怎么邻居们连一声喊叫都没听到呢 凶手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作案 调查这家人的社会关系吧 看看凶手的这些作案手法 无疑都表明凶手对这家人 有着深仇大恨 那通过社会关系排查 看能不能找到 可出乎意料的是 所有调查进行完之后 都显示出这家人 人太好了 口碑太好了 人缘太好了 没有抽价 尤其是嫡超 老实本分 特别憨厚朴实 人际关系也简单 从来不跟社会上 闲杂人等来往 不过这时候啊 李龙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案发前不久 嫡超刚买了一台新电脑 零六年的时候 电脑还算是挺值钱的物件呢 可是在案发现场 警方没看见电脑啊 再加上屋子里边有反复翻动的痕迹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带走了屋里的大量财物 包括那台电脑 这些细节开始让真办此案的民警怀疑起凶手身份了 如果是个陌生人 这是家属大院啊 这里边到底谁住这 那门卫门清啊 邻居们也都认识啊 陌生人抱着一个电脑 大白天能走出去吗 更何况后来又几次重返现场 会不被人察觉吗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这凶手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他就住这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 目前所推断出来的一切线索和痕迹 警方啊 综合了一下 现在这犯罪嫌疑人 三大特点 第一熟人作案 跟死者一家三口认识 第二带着电脑离开 没有被门卫怀疑 第三可以反复多次重回案发现场 那这个人的作案动机呢 很可能就是为了钱财 更何况根据邻居反映 迪超呢 正准备结婚的 所以啊 迪靖生正准备在县城里边 给迪超买套新房子 结婚用 家里应该会备着现金 更何况当年钢厂的效益还不错 父子俩都是钢厂职工 他们家经济条件呢 相对来说算比较宽裕的 按照这个思路查下去 警方啊 立刻到银行去查询 果然有线索了 2006年10月23号下午4点半 一个男的带着两张定期存单 用迪超的身份证 取走了里边的9万元现金 而那张存单呢 银行还是有保存的 技术人员呢 对这存单进行了化验 鉴定出来了一枚 带有轻微血迹的指纹 那么这枚指纹 应该就是那个取款的人留下来的 您听到这可能又有疑问 这存单上有带写的指纹 当时银行工作人员没发现 这指纹呢 其实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完全发现不了 是在专业卢米诺事迹的辅助之下 这才发现的 此时此刻 民警们都很兴奋啊 有了这枚血指纹 这就等于掌握了最重要的比对线索呀 只要发现可疑人员一对比指纹 那就能查出来了呀 但是啊 钢厂居民很多 一共两千多人 那段时间警方不干别的了 全员摸牌 每一户 每个人都不能落下 大伙把注意力 重点放在三类人群身上 第一类有犯罪前科的 第二类 社会闲散人员 好吃懒做人员 第三类 喜欢赌博的 经济状况不好的这些人员 果然有居民悄悄的跟警方反映一情况 我们逞啊 有个人叫赵刚 他很反常 一查这赵刚 三十岁 喜欢赌博 欠了不少赌债 一年之前为了还债 还卖掉了自己唯一的面包车 可案发之后不久 这赵刚突然就有钱了 把欠账也还了 把面包车也赎回来了 赵刚啊 不是钢厂职工 但他父亲是 所以他们家也住钢厂大院 这一天呢 警方就传唤赵刚 来派出所录指纹 哎呦 来的时候啊 赵刚浑身发抖 脸色刷白刷白的 陆指纹的时候呢 也不是特别配合 就这小伎俩 小心思小动作 警察都看眼里了 现在啊 就等着呗 几个小时之后 指纹比对结果一出来 你有没有问题 那就见了分晓了呀 最终 鉴定结果出来了 您猜怎么着 哎 完全匹配 比重了 不仅是指纹比重了 赵刚家里两双鞋 也跟案发现场的两枚鞋印 比重了 现在是铁正如山 你赵刚 没法交变了 2007年7月7号 警方对赵刚实施抓捕 凶手 就是家属大院里边的熟人啊 他为什么 要将敌家灭门呢 原来啊 06年6月份的时候 赵刚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没过多久 输的那是倾家荡产 连唯一的家荡面包车也输了 那时候高利贷 天天催他还钱 他也没法跟家里人交代 这时候可就恶像胆边生了呀 得了吧 咱走点歪门鞋道 弄点钱去吧 正好啊 他在院子里边跟人聊天的时候 听说迪家要在县城买新房 那时候买房都是拿现金去 他就琢磨着 他们家呀 肯定有现金在家里呢 于是 这就算锁定了作案目标了 10月23号上午10点 赵刚呢 就敲开迪家大门 当时只有迪静生一个人在家睡觉 李俊出去买菜去了 迪超还在上班呢 赵刚一看 屋里只有一个人 哟 叔叔 在家看电视呢 这迪静生 一看是赵刚 也没多想 啊 怎么了 我找大超 那你进来坐会吧 他一会就回来了 趁着迪静生不注意 拿起电视线 可就勒住了迪静生的脖子 把迪静生就残忍的杀害 随后躲在家里边 等着迪超跟李俊 李俊先回家的 一见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在厨房把菜放下 就让这赵刚啊 拿刀给捅死了 到了中午 迪超下班回来 此时此刻 他的父母早就被赵刚杀害了 迪超一进屋 赵刚提前躲在门后呢 拿起来刀 冲着迪超的肚子 一刀就捅过去了 一下子迪超就丧失了反抗能力 最后被赵刚活活勒死 可怜的一家三口啊 光天化日之下 就被这么一个可恶的邻居 残忍的杀害了 赵刚拿走电脑 取走了迪家存款 几个月挥霍一空 之后呢 又欠了一屁股债 只能啊 一次又一次的进入案发现场 翻箱倒柜 继续寻找财物 这就是为什么李龙 发现迪家的灯光 突然亮了 案子终于告破了 最终啊 赵刚也依法被判处死刑 在这边 我能够来的 我能够来的